哈喽姐妹们 我们的纪念日快到了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特别滑稽好的事情 就是我打算给我男朋友买个礼物 一直在网上面就刷刷刷刷刷 结果硬是没有给他挑出一个礼物来 但是自己买了好几个包 我给你们分享一下我最近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她们家这个牌子其实我之前就买过 然后这个是她们家的一个蝴蝶结系列 就有一个水平的和树枝的一个线 就交叠出那种正式的蝴蝶 除了外面好看之外 它里面的细节做得更让我心动 它里面是一个羊皮绒内的质感 就摸着贼束缚 打开之后一整个心动 这个的背法也特别多 像基本上这种单肩背 还有鞋块背也很好看 把这个拆掉 还可以像这样单肩的去背 变成一个小小包 还有这样手提 三个四种背法 这浅化的真的很值 下面这个我真的是最喜欢 非常非常的独特 看到没 超级好看 我当时一眼刷中它的时候 我就说这个包一定要下单 真的是戳到了我的心里面 它这个好像是一个 美国那边的一个小众品牌 有很多海外的明星在背 这个品牌我还特地去了解了一下 他们就是一直坚持 使用环保素皮去做宝宝 我买的这个是他们家 云朵包的一个系列 我特别爱这种上面的这种褶皱 非常的有设计感 背的时候呢 可以像这样去手拎 然后也可以像这样去斜块 真的好好看呢 材质也是那种摸起来 挺柔软的 是一个像这样的一个 磁吸扣的一个设计 容量还是蛮大的 正常手机散粉 或者是口红什么的都可以装 哇真的很好看 马上春天到了 买一个这样的包包 走在大街上 真的是非常非常出奇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我还买了一个甜甜圈 这个包完全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我觉得 我真的是对这种可言可甜的包 真的是完全控制不住双手 你看它正好是一个那种甜甜圈的感觉 而且它外面还有一个这种流镜的设计 非常的立体 也是这种细细扣的 还是挺好的 整个版型就是那种很立体的 我很喜欢它这种手柄啊 还有包的这种弧线 一整个非常精致感拉满 我买的是一个黄色 因为我浅色系的衣服比较多 它就刚好可以搭配 而且就很有那种复古浪漫感 发现没 它这个肩带也是可以调节的 如果说你不喜欢背这个肩带的话 你就可以像这样去手提 因为它这个包的手柄 握得真的是非常非常舒服 我真的觉得大家可以冲一下这个 太好看了 Maya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我觉得我在网上面应该跳出什么了 待会我打算去线下逛逛 给我男朋友买个东西 希望不要线下逛逛 然后我又买包了 拜拜 拜拜